在中国大陆的富士康集团被报受到中国政府税务和用地调查 北京官方喉舌称 税务部门近期依法对富士康集团在广东、江苏等地的重点企业进行税务棘查 自然资源部门对富士康在河南、湖北等地的重点企业用地情况进行现场调查 有不少舆论认为北京对富士康集团的调查算的不是法律战而是政治战 这是为什么 如果北京想通过调查富士康影响台湾大选 是否这个举动能否达到它的政治目的 在北京持续低密的经济增长时刻 调查富士康这种不算经济战的这种做法是否明智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 上面提出的这几个问题 第一位是台湾中华亚太基因交流协会 王志胜博士 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 吴教授好 第二位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知中心副教授 吴建中博士 吴博士您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 我想问王志胜博士 这个路透社表示啊 这次北京的调查呢 有点出乎依赖啊 出乎意料 而且呢 极不寻常 那么很多舆论认为呢 这个调查呢 他不是冲着这个依法的这个经营企业 而是因为台湾大选不到三个月 北京想利用现在这个时间差啊 在某个意义上呢 来影响啊 这个台湾的这个大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路透社说 两位与富士康关系密切的人士 对路透社表示 他们认为富士康在中国大陆被查呢 受政治因素驱使啊 那么环球时报英文榜的一个消息说呢 郭台铭坚持参选总统 可能分裂反对派阵容的票源 潜在性的确保啊 民调中领先的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获选 而赖这个人呢 是北京最不希望当选的一个人物 所以说我想听听王博士 你怎么看啊 北京查富士康呢 不是法律战啊 而是政治上的算法 嗯 是我相信大概大家都很清楚的看到说 北京这一次对于富士康的整个的出手 绝对是一个政治战 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战 我们先从最基本的这个出手的状况也好 大家都会以为只有查税 可是如果你仔细看相关的内容的话 你会看到说中国这次出手是多管旗下的组合权 第一个他对富士康的这个广东厂跟江苏厂 他是以查税的名义去进行机查 第二个他也传出了对他的这个河南厂跟湖北厂 他是以所谓这个中国的这个这个这个国土自然资源部 以土地的名义 是不是符合相关的土地利用的名义去进行机查 虽然同时又有税务又有土地等等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都在同一天发生 试想有什么样的单位可以同时指挥税务部门跟土地资源部门 在同一个时间针对这么大这么遍及四五个省份的这种大大型企业来进行这种不同层次的机查 所以也难怪说台湾的媒体有这个猜测 其实他不是一个单纯的这样子的一个法律机查 他更多可能是相关国安部门所发动调动的 包括刚刚我所提到的税务部门 国土安全国土资源部门 这个土地清查部门等等 来对富士康进行所谓的这个叫做政治清查 好我想这个部分大概看起来是比较清楚的 从这个建维支柱小小的证据 大概就可以理解到 那从这里到往前推 那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那当然我相信第一个层次 一定是跟台湾的选举有直接的关系 不过为什么是 重点是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 其实简单讲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北京要出手整治富士康 针对郭台铭 大概是这个意料之中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的出手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北京的精准是非常非常的精准度 是直接非常精准的拿捏的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个在北京出手前两天 这个郭台铭才喜滋滋的宣布 他的副手赖佩侠终于放弃了 这个美国的身份 确定可以担任郭台铭的副手 换言之 这个会让外界觉得 郭台铭不是玩假的 是要选到底了 而且这选到底讲的 如果再讲的更阴谋一论一点 搞不好后面美国还支持 因为赖佩侠以极快的速度 超过一般人的速度 很快的拿到了 这个放弃美国公民的身份的 这样子的一个证明 所以这个会让北京觉得说 如果你郭台铭要完真的 那我这时候就必须对你出手 那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 当然是 大概台湾啊 蓝白河这个事情啊 已经沸沸扬扬的 吵了这个两三个礼拜了 看起来似乎有可能 成真的可能性 那如果蓝白河可以成真的话 那还差一块拼图是谁 就是郭台铭 那郭台铭不是蓝银或白银 现在好像可以劝退的对象 那这时候北京会认为说 他的出手可能更有助于 所谓的非绿阵营 包括了蓝 包括了白 甚至包括了郭 三个阵营整合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时候的出手 正好能够达到进一步 推动蓝白河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所以可以看 如果说到情理之 等一下意料之中 迟早会对这个郭台铭来出手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精准的出手 我觉得更多当然是要为 所谓的蓝白河 或者是所谓在台湾的 所谓非绿阵营的整合 推上一把 那郭台铭今天受到这样子的一个 政治上的清查之后 这当然会影响到整个 接下来台湾选举的一个变化 王博士说北京这个时候出手 是选择的 是因为这个郭台铭要玩真的 那么北京要出手 那么我下面请问 吴建宗博士 他也有一种观点 认为这个北京 实际上是乐于这个郭台铭参选的 不是不喜欢他参选 是喜欢他参选 为什么你看这么说 BBC他说外界多半认为 北京并不欢迎郭台铭参选总统 事实上郭台铭此次参选的 两岸政策被一些评论认为 应该是北京最能接受的 他这个有一些评论 他认可一中框架 而且还批评这个 这个蔡英文赖清德 拒绝接受一中框架 那么从这个观点来说 北京接受 喜欢这些观点 所以说你怎么解释 这个看法就是说 北京也许喜欢到参选呢 是 首先第一个 我们看到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所有的关心中华民国选举的人 其实都会关心 有关于蓝白和跟蓝白拖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 不管是国民党也好 或民众党也好 或者是独立参选的郭台铭 一直都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整合 那我们看到蓝白和变成蓝牌拖的一个部分 那过去一直有人提到 郭台铭的一个参选 那从他不管是在他一开始参选的时候 他说他有办法直达北京的天厅 甚至于他有办法让台海和平 亦或是我们看到 他在这个参选会议上面 他也提到 如果北京要对鸿海下手的话 那就please do it 那我们看到 在这样的一个论述里面 其实我们还是回过头来 郭台铭的底气究竟在什么地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郭台铭主张要签和平协议 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就是 他的证件其实是蛮符合 中国大陆的胃口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看到的一个时间点 就是刚刚如同志胜哥所说的 其实中共在这个时间点 出手来进行 不管是税务也好 或者是土地的这个政策也好 其实我们看到他所带来的 当然有非常严重的这种打击 但是呢 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出手的时间点 是准确的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 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调查 在很快的时间里面 如果出来的一个结果 是对于富士康 对于鸿海 对于郭台铭是有利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会不会变成是一种 对郭台铭支持的一种强心增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对中共来讲 它是一个能收跟能放的一个机制 我们看到之前中共要调查 这个台湾的这个关税壁垒的这个情况 那我们看到他可以选择三个时间 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赖清德总统 要参选的这个时间 那他调查之后 他说三个月的一个部分 然后又进行了一个三个月的延迟 那目前中共对于富士康的这样的一个税务 或者是土地资源的调查 那如果说在时间上面 是可以由中共来掌控这样的一个速度 好一点的一个情况是 也许就查出什么样的问题出来 那万一没有查出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变成反而是 对于蓝白核到蓝白拖的这种窘境 能够做出一个快速的解决方式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样子的时间查税 或者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来查 这样的一个部分 是不是会查出什么样的结果 什么样的时间点 会把这样的一个结果跟大家做一个公布 这个就是中共的一个筹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中共想要用经贸的手段 这个当然是一个主权的行为 其他国家也没有办法进行干预 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副总统在第一时间跳出来 支持鸿海 支持台商 我想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思考 这个吴博士提到中共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筹码在玩 那么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媒体也在关注 因为这个事情到现在只是环球时报 这么一个不太入流的中共的这个官媒在谈这个事情 别的媒体呢 没有提这个事 那么就有人认为呢 这个也许是当局啊 在玩这个筹码 想吓一下这个 这个红那个郭台铭 实际上 后面还留了一手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 我想请我们的这个王志胜博士啊 你能不能回应一下 北京在这个问题上 是不是这个玩的一种啊 留一手的游戏啊 这个因为他现在环球时报报的这个东西呢 他完全最好说可以不认啊 他也可以天端家娃 给他给他背书就这么个事 最好说把这个事情就没有了 等于是这种事情在北京发生过的 是没有错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威者的讯陶 因为事实上除了环球时报之外 也刻意的在环球时报本身的报导之外 也访问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文生的先生 那等于你是透过这种所谓的 涉台学者的角度来进行一个 你说证实也好 或者是说一个 算是进一步的这种 这个威胁或恫吓也好 那这个东西大概就是棒子跟胡萝卜的问题 如果你郭台铭接下来的动向 不符合我北京的期待 那这样子的一个看起来 好像还没有落实的事情 是不是会进一步的落实 而且落实的程度 是不是会超乎你郭台铭的 或者是这个鸿海的想象 这是一个区块 那第二个区块是 那如果你愿意配合妥协的时候 那是不是还有胡萝卜等在后面等着你 我觉得北京它营造出这样子的氛围 这是第一层支持给郭台铭看的 可是你必须要注意到的是说 接下来越来越接近台湾选举的这种白热化的阶段 目前是在八十几天的阶段 如果北京今天对鸿海这样子的一个 你说旁敲侧击式的这样子的一个宣示 是不是其实进一步也会带来 对于其他广大台商 在这一次选举上面的这种所谓的寒蝉效应 也就是说如果北京现在所展现的书 我连富士康都感动了 那在台湾 对不起在中国这些其他的 中小型的台商们 你们在这一次选举当中的表态 你们在宣示当中的立场 你们在宣示当中所谓过去的绿色台商 台独金主的这些的角色 是不是接下来有进一步的动作 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另外一种 刚刚讲寒蝉效应的起点 所以北京我刚刚强调 他不是只有单一目的 他当然念之在之的一个是 是不是能够对于郭台铭形成一个威蝉效应 的一个起手势 那当然第二个就还会牵扯到 刚刚我讲的是不是有 绿色台商台独金主这些东西的压力 第三个我还觉得更可怕的是 他搞不好还有一个练兵效果 我如果他能够对鸿海 对富士康进行这样子的一个 透过环球时报这样的媒体进行放话式的压力的话 那接下来譬如说这个在上海设有这种重要的工厂的特斯拉 那或者是整个苹果在中国的供应链 包括了富士康在内 在这个即将来到的拜席会 APAC的会议之前 是不是中国也利用这种方式 抬高说我可以对富士康这么重要的企业 做这样的动作 我对其他的外资企业也不会松手 我形成这样子的一个 形塑素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认为他这个东西 其实比较麻烦的是 他不是单一性质 当然我觉得他最大目的当然是选举 但是他不会是一个单一性质的 一个做法 他可能后面还是一个组合权 而且他所影响的范围跟压力 可能包括了富士康 包括了台商 可能甚至包括了外资 而这些东西 中国这样子的出手 接下来到底是引起更大的这些外资 包括台资的恐慌跟逃离中国 还是这样子的寒蝉效应 会逼指着大家去妥协 包括了郭台铭的妥协 我这次其实是要持续的进行观察 来关注的 我们的网友的点评 也有过种过样的 我练几个 第一个是X网友吕乃克 他说调查富士康 是彻头彻尾的昏招 既得罪了知识统一的郭台铭 又为民进党鼓动台企 撤出大陆提供了炮弹 而且也给本来就困难重重的 国内经济雪上加霜 客观上跟19年在香港强推国安法 跟台湾大选带来的影响是一样的 那么再往下 华荣他说 无用中共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来破坏台湾的选举 都不可能想要得到他们的结果 那么我们的油管网友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比如说童话故事 他说富士康股东一年在中国赚多少钱 习近平早就料到整理又能怎么样 你为了利润还是会屈服的 那么这个V呢 这个油管网友呢 他说呢 中国已经有几家企业完全可以替代富士康了 富士康的末日来了 富士康的角色 其他企业完全可以无缝替代 是不用真的事实 所以中共敢收拾 郭台铭 那么我们下面继续问我们的吴建宗博士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郭台铭呢 可能也预料到中共可能会对他出手 所以说啊 他这一次 他在八月份的总统竞选新闻会上就说 我不会向中国威胁低头 那么还有一次呢 2019年的时候呢 他仍然是鸿海董事长的时候呢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就说过一句 到底谁怕谁 这我不怕啊 这我不怕你们啊 你们媒体播出去 到底谁怕谁 他中国怕我 不是我怕他 所以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啊 结局就是郭台铭啊 他是个男子汉 他真的跟北京就敢叫板 还是北京随时便便可以捏死他 我想听听吴博士的意见 是 首先第一个啊 我们刚刚刚也是知道 《环球时报》有做了这样的一个报道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在今天的这个大陆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 也特别针对这个媒体的提问里面 有问到针对富士康的一个部分 那朱凤莲他并没有直接的回答 反而是一种很隐晦的方式 他认为这个台商应该要对于促进两岸和平 应该要做到这样的一个责任 那合规合法的一个部分里面 那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思考 但是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我们看到郭台铭在过去里面 非常意气风发的 表示了他绝不畏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甚至于我们看到在他参选的记者会上面 他也说yes please do it 如果你要拿走鸿海的话 但是我们看到中共的这个做法 基本上是一个提油救火的一个策略 完全是一个帮倒忙的一个迹象 因为我们看到不管是查税 鸿海这个配合作业 那我们看到郭台铭也好 国民党也好 民众党也好 其实都没有任何的声音来回复 甚至于我们看到 对于这样的一个中共查税的做法 只有赖清德副总统一时间来呼吁 希望全国人民要支持鸿海 支持台湾企业 那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对于台商而言 其实对于中共的经济 一直是有非常巨大的一个贡献 而这个贡献呢 我们也看到中共要爱惜的一个呼吁 那我们看到中共对于各家的企业 其实这个就像桌子上面的这个蚂蚁 想捏死就捏死 那我们看到郭台铭 不管是在台湾也好 或者是在美国也好 这样的一个企业家呼风唤雨 但是呢 面对极权的这样的一个表态 面对极权的这样的一个查税 其实我们看到面对极权的懦弱 其实我们都不应该觉得 有任何欢喜的一个情况 因为今天的郭台铭改天都有可能是 任何的一个大家 所以我们当然深表同情 对于郭台铭被查税 这个时间点 他已经不像是过去 他在发表这样的一个论述 我们绝不畏惧 我们也如果要拿走的话 请拿走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会看到中共的极权 他在拿走这样的一个查税 或者是土地资源的一个调查的时候 其实都会起到 刚刚志正兄所谈的寒蝉效应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一个呼风唤雨 或者是郭台铭的霸气 或者是盛气凌人 可是在中共的查税之后 变得噤声的一个情况 如果说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这样的一个论述下面 我们看到的是或者是投资朋友看到的是 郭台铭如果没有办法保护 他的富士康 保护他的企业 保护他的投资人的话 那怎么有办法保护中华民国台湾呢 我想这个对于国民党也好 或对于民进党也好 对于民众党也好 甚至于我们看到中华民国的选民也好 大家都看到了中共的蛮恨 以及面对强权 对于过去里面的这样的盛气凌人 也只能低头的一个情况 好 谢谢我们的吴建中博士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呢 就差不多了 那么这个在这个最后呢 我练一个这个网友的点评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 这个于斯兰说 台湾人对这种官吊工厂 大局转移中国台商了 是最反感的 这是真正要感谢中共替台湾人 出了一口气 实际上是批评这个国台铭 那么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 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 王志胜博士和台湾海洋科技大学 通识中心副教授 吴建中博士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 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